就是那个江军山 贺头海 耶卡霞 因为他那边都是天然雪 下的那个雪 我那次还花丢了 没有信号 然后我跟我那朋友爬了一个多小时才回来 那多可怕 万一丢了你爬不回来咋办 真的就丢了 我有过一次 就是在奥迪利那次 那次是我们一起的朋友 就是花丢了 他不知道 因为他已经是缆车关门的时候 他没有什么也许经验 花了到外 然后我们再找着他的时候晚上8点半了 他从悬崖掉下去 花丢了 身上13处骨折 浑身受那么多伤 还有那么厚的血 爬了50米 他爬在了缆车的柱子下面 别人都可以看到他 直升机直接去抢救 然后医生说你非常幸运 因为我们每年会在这里死很多人 因为他体温已经29度了 他再稍微把一点点 可能会是有湿温 而不是因为骨折什么的 因为湿温 对 那个就很危险 有过这么一次经历 所以在花的时候就特别注意 你认识苏一鸣他那时候应该 零四 零四 七八岁的时候 艾玲小鸣他跟我们一波的 但他花的时候都特别小 13年的时候他刚刚几岁 艾玲十岁 然后阿姨就每年夏天就带他来乔搏 冬天 南山 她放假 但是其实滑雪那会不多 艾玲滑的不多 他什么都玩 骑马 对 他真是个运动全能型的一个 头部 然后冬天的时候他其实去那YSTAR 去在美国 旁边那个去的多 然后夏天的时候偶尔他放假就来新西兰 然后直到2018年吧往后 他才开始就是说滑的越来越多 然后才开始参加比赛 还可以跟着 我现在看别人的 毛病转与